东北人民等了163年终于迎来了俄罗斯松口 西方强烈不安 中俄必须破裂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赵探长观察室 近日的中国海关总署批准吉林省增加弗拉迪·波斯托克港 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案 而从6月1号开始 中方内贸货物可以从该港口进行转运 而法拉迪·波斯托克是俄罗斯第一座远东的城市 但同时别忘了它还有另一个名字 也就是海参威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 俄罗斯向中国开放了海参威港 而至此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今后可以通过海参威港 向国内其他港口输送货物 大大的缩短了陆路的运输距离 而成分也会大幅度的降低 正在俄罗斯的角度 与中国东北地区更深紧密的连接 那么也必定会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尤其是在罗欧冲突持续 美西方想尽办法在经济上 打压普京政府的背景下 不过这事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站在中国的角度上 特别是站在东北人民的角度上 俄罗斯开放海参威港 实际上他们已经等了163年 因为一直以来 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都没有出海口 过去两省走的都是海陆运输 先把货物运到大连港 然后再转到海陆 这样的话路途非常遥远 而如今海神维港参与到中国贸易体系当中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多年来中俄编冒不断合作前进的一个缩影 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是有着特别意义的 预示着中俄合作无上限 未来两国想会更加紧密的展开合作 其实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前的西方势力是铁了心 要让中俄关系破裂的 有传言西方媒体大肆进行炒作 声称中国被迫各样给俄罗斯的海参威 竟然兜兜转转又成了中国的内貌 跨境中转港 如此酸溜溜的语气 语气说是中俄进一步合作 让西方人气急 倒不如说是引起了西方人的强烈不安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而值得一提 近来乌克兰总统斯雷斯基对法国进行了访问 在访问期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一度扬言 俄罗斯已经在地缘政治上输掉了对乌克兰的战争 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据悉在马克龙看来 俄罗斯已经逐步的沦为了中国的附庸 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早就说明了其方向 彼此之间不结盟 也不针对第三方 而西方国家完全是一己度人 俄罗斯不是欧盟 中国也不是美国 欧盟已经沦为了美国的附庸倒是事实 而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中方已经不止一次的来强调过 在俄问题上的立场一直都是中立 反倒是美西方 不仅频繁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甚至还直接出兵 且不说中国没有偏向俄罗斯 就算中国有 西方你能说些什么 凭什么如此双标 中国之间的合作 被西方与俄乌冲突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看来西方是着急了 是怕中俄两国进一步走近 想要借此对中俄关系来挑拨离间 马克龙一番话就是暴露出了西方各国对中俄关系走近的强烈不安和担忧 真的要说起来 其实中俄之间之所以越走越近 还得归功于美国 以及等等的西方国家 他们将矛头对准了俄罗斯 逼近俄罗斯家门口 引起了俄乌冲突的爆发 导致俄罗斯面对这种庞大的势力 不得不放弃 单打独斗 专而与中国加强合作 抱在一起 总之吧就一句话 西方国家企图挑拨中国关系 修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流行您的精彩评论